这两天老有人谈到这个32国取消中国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 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有反击 当然人家不给他这个最惠国待遇呢 他没办法反击 怎么反击呢 取消了对台湾的 我们看看多少项 12项对台贸易优惠关税 相比之下其实中共的这个反击还算比较激烈 因为这个对台的优惠关税 其实是要高于或者优于最惠国待遇的 最惠国待遇并不是指给你一个最低的关税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 最惠国待遇呢 我们一般关注的其实不是欧洲 欧洲像欧盟啊英国啊 这些给你这个最惠国待遇 他因为跟你的这个贸易交往 你主要的顺差不是从他那拿的 所以你无所谓 你主要盯的是美国 而美国事实上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 最惠国待遇的这个说法了 这个94年刚开始克林顿政府是把这个中国的贸易地位和人权问题脱钩 完了到98年美国立法把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然后2000年是吧 因为要给中国这个加入世贸解除这个障碍 那就扑平道路 所以2000年给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就相当于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这个词 我第一次听到它应该还是南京条约 其实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呢 真的不是很在意 主要还是市场国家这个定位 没有给这个中共 就它想要一直没给它 所以这个最惠国待遇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说法 从2018年开始 针对中国 就产自于中国 往美国销售的商品 已经开始增加水收了 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呢 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即便是这样 美国国会中 现在还有很多提案是涉及到 要求撤销对华 永久正常贸易地位的 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最惠国待遇 整个这一系列的调整 实际上是从法理上 做出的一种隔绝 就我们看到的其他都是物理隔绝 一个一个的出台的行政措施 但是 撤销永久贸易正常关系 或者在欧洲出现的 给原来给中国的这个 最后国待遇 都被取消 事实上一夜之间 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什么 发达国家 是吧 因为原来给你最后国待遇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 跟你进行贸易 同时也承认 你需要扶持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内部的报道 有两个 第一个是 网易的 网易的说法是什么 是1978年到2023年 我们终于从发展中国家 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了 这是网易的态度 但其实中国还有一个网站叫搜狐 搜狐的态度不一样 搜狐说联合国公告的这个 发达国家一共只有28个 其中主要是在欧洲 欧洲有22个 那么 没有中国 就到目前为主 我们看到的其实真没有中国 我记得李克强没死以前 没下台以前 没下岗以前 还专门说过中国很穷 你把中国创造的这个生产总值 或者说贸易顺差 你所能拿来炫耀的成就 除以人口 马上你就知道了 你跟发达国家 八杆都打不着 你怎么拉平均都拉不上去 那事实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变化 他告诉你 人家不愿意跟你 继续再玩这些东西了 也不愿意再扶持你了 那么你要记住 全球化事实上已经被终止了 原先他给你的这些 最惠国待遇 在扶持的过程中 他发现 这个政策得不到他要的效果 包括服务上的配额 就他给你扶持的方法 其实很多 不仅仅是给你钱 其实给你订单是最重要的 他现在不再愿意给你订单了 那么你自谋出路呗 是吧 那不是说你完全不能自谋出路 你自己干不是干不了 你去干 没有人拦着你 人家只是不帮你 对吧 你得靠自己的努力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法理上 开始进行隔绝 这种隔绝很容易引起代差 大家可以闲得没事看一看 文革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 回忆录 看看刚刚经历文革的那些人 重新拥抱西方的时候 他们的感悟是什么样的 他们到哪儿都跟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一样 即便原先在欧美国家留学过的这些专才 隔绝了几十年以后 也忽然发现 他们的知识跟不上了 我们看到许多 中国宣扬的这些专家 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在阐述一点 他们从八十年代开始 不断的到西方国家 去更新他们的知识 就即便在中国已经成为学术权威的人 到国外也成为访问学者 有太多的人 有太多的感悟 只敢在回忆录中写 甚至在他们死后才发表 因为许多人不愿意 把这些声音放出来 让人家感觉好像 这个共产党走的弯路 然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 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能找得到 你今天所以能够骄傲的东西 是因为西方人向你开放了 给你去学 包括直到今天 中美两国即便走到了今天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还是最多的 有三十多万 比高峰期 少了接近一半 中国留学生最高峰 在美国是四十多万到六十万 那现在呢 三十万 为什么少 很简单 能够拿钱让你出来留学的这些家庭 不多了 很多学生学到一半没钱了 断档了 然后呢 即便你在国外完成了留学 你回国以后 找工作也不容易 政府机关 国企 不太愿意遭海归 因为你在国外留学时间太长 他没有办法去监控你 你在海外连续六个月以上 他无法对你进行监控的话 政治上他就没办法审核 他就不敢用你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 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认知 就是西方国家开始从法理上隔绝 跟你的关系 这是从长远意义上来看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它不是一个新闻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值得大家去记住它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